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戈麦斯 Come and Get It 诱惑的召唤 纳摩 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青春狂想 席琳 迪翁 The Power of Love 爱的力量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又要探讨的是一首经典的情歌 席琳 迪翁的 The Power of Love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段旋律优美的音乐 更是一段充满情感和力量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背景 The Power of Love 原本是由Jennifer Rush 在1984年首唱的 但席琳 迪翁 在1993年重新演绎后 这首歌才真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经典 这就像是你们 在考试中 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写得很好了 结果隔壁的同学突然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 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努力 席琳 迪翁的版本之所以如此成功 除了她那无与伦比的嗓音外 还有她对歌曲情感的深刻理解 她的演唱让人感受到爱的力量 这种力量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 直达人心 这就像是你们 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 只要有爱的支持 就能克服一切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非常简单 没有复杂的词早或深奥的哲理 但正是这种简单 让人们更容易产生共鸣 这就像是你们 在写论文时 有时候简单明了地表达 反而更能打动评审老师 再来谈谈这首歌的影响力 席琳 迪翁的The Power of Love 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 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还成为了无数情侣的爱情主题曲 这就像是你们 在学校里 总有那么几个同学 他们的故事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甚至成为了校园传奇 最后 我们来聊聊 这首歌对我们的启示 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它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更勇敢 无论是在学业上还是生活中 爱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就像席琳 迪翁在歌中唱的那样 Because I am your lady And you are my man 这种相互支持和信任 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 总结来说 席琳 迪翁的The Power of Love 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情歌 更是一段关于爱与力量的启示 希望大家在听这首歌时 不仅能感受到音乐的美妙 还能从中汲取到爱的力量 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回去听听这首歌 感受一下那份爱的力量 下次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情感共鸣 Beyons Hello光芒的守护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又要探讨的是一首 让无数人心灵震撼的歌曲 Beyons的Hello 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流行音乐 更是一段情感共鸣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来解剖这首歌的魅力 看看它是如何在情感的光芒中 守护我们的心灵 首先 让我们从歌词开始 Beyons在Hello中唱到 Remember those walls I built Wow, baby, they are tumbling down 这句话一出 彭扶我们都能感受到 那种心强崩塌的瞬间 这不仅仅是爱情的故事 更是每个人在面对 真挚情感时的真实写照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当你遇到那个特别的人 所有的防备都不再重要 心强瞬间崩塌 光芒照进心底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音乐构造 歌曲以柔和的钢琴和弦乐开场 随后Beyons那充满灵魂的嗓音 缓缓进入 这种编曲方式 让人感觉像是被一层温暖的光芒包围 正如歌名Hello所暗示的那样 这种光芒 不仅仅是爱情的象征 更是一种心灵的守护 当我们感到孤单或迷茫时 这首歌就像是一道光 指引我们走出黑暗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创作背后 还有一个小故事 据说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Beyons和她的丈夫JZ之间的深厚感情 当时 他们正处于爱情的巅峰期 这种强烈的情感激发了Beyons的创作灵感 这也让我们看到 音乐不仅仅是艺术的表达 更是生活的真实反应 最后 我们来谈谈 这首歌对于听众的影响 许多人在听到Hello时 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和力量 这种情感共鸣 不仅仅来自于歌词和音乐 更来自于Beyons那真挚的演唱 她用她的声音告诉我们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找到光明 总结来说 Beyons的Hello 是一首充满情感共鸣的歌曲 她用光芒守护着我们的心灵 无论你是因为爱情而感动 还是因为生活中的困难 而寻找力量 这首歌都能给你带来 无限的温暖和希望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迷茫时 不妨听一听 Hello 让Beyons的光芒 照亮你的心灵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 能从这首歌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芒 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流行新星 塞琳娜 戈麦斯 Come and Get It 诱惑的召唤 当我们谈到流行音乐的魅力时 塞琳娜 戈麦斯 Selina Gomez 无疑是一颗闪耀的新星 她的歌曲 Come and Get It 不仅在音乐排行榜上 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还在全球范围内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那么 这首歌究竟有什么魔力 能够如此吸引人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首先 让我们从音乐 本身开始 Come and Get It 这首歌 融合了流行音乐 和印度风格的元素 这种跨文化的音乐融合 无疑为歌曲 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歌曲的制作人 Stargate 和埃斯特 迪恩 Esther Dean 巧妙地运用了印度传统乐器 如塔布拉谷 和西塔琴 这些元素 使得歌曲听起来既新颖 又富有异国情调 这种音乐上的创新 无疑是吸引听众的一大亮点 再来 我们不得不提到 塞琳娜·戈麦斯本人的表现力 她在这首歌中的演唱 充满了诱惑和自信 这种情感的表达 让人无法抗拒 歌词中反复出现的 When You're Ready Come and Get It 更是充满了挑逗意味 让人不禁 想要一探究竟 这种情感的共鸣 无疑是歌曲成功的 另一个关键因素 有趣的是 这首歌的音乐录影带 也为歌曲增色不少 录影带中 塞琳娜身穿华丽的 印度风格服饰 在美丽的自然景观中 翩翩起舞 这种视觉上的享受 无疑让歌曲更加深入人心 据说 录影带的拍摄地点 选在了美国加州的 一个美丽湖泊 这也让人不禁感叹 原来美国也有 这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 此外 这首歌的成功 也离不开塞琳娜 戈麦斯的个人魅力 作为一位从迪士尼童星 转型为流行音乐巨星的艺人 塞琳娜的成长和蜕变 无疑是许多粉丝关注的焦点 她在 Come and Get It中的表现 无疑展示了她作为一位 成熟艺人的实力和魅力 总的来说 塞琳娜 戈麦斯的 Come and Get It 之所以能够成为流行星星 离不开音乐上的创新 情感的共鸣 视觉上的享受 以及塞琳娜本人的个人魅力 这首歌 无疑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展示了流行音乐 如何通过多种元素的融合 创造出令人难以抗拒的诱惑 那么 当你准备好了 是否也会应这个诱惑的召唤呢 各位朋友 我是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的音乐爱好者 今天 我们一起探讨了三首 让人情感共鸣的歌曲 席琳 迪翁的 The Power of Love 比昂斯的Halo 以及塞琳娜 戈麦斯的 Come and Get It 这三首歌各具特色 不仅在音乐上有突破 还在情感表达和视觉效果上 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席琳 迪翁的The Power of Love 让我们感受到爱的力量 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 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不孤单 比昂斯的Halo 则像一道光芒 守护着我们的心灵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心中有爱 就能找到光明 塞琳娜 戈麦斯的 Come and Get It 以其融合的音乐风格 和视觉震撼 展现了流行音乐的 无限可能性和诱惑力 这些歌曲 不仅仅是音乐 更是生活的缩影 和情感的写照 它们让我们在感受音乐的同时 反思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汲取力量和勇气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再与大家一起探索音乐的美妙世界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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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